一说起台北故宫的宝贝 很多人会对所谓的正款三宝惊惊闹道 即西州晚期的青铜器毛宫炳 高6.6厘米的这款肉形石 和晚清制作的玉雕翡翠白菜 截至2022年4月11日 台北故宫的藏品总数为 69万8856件册 这其中的每一件 都是中华文明史上 具有唯一性的珍贵文物 无论所谓的镇馆三宝的说法 还是由专家评选出来的台北故宫十宝 对这笔巨大的民族资产的价值的理解 都难免有狭隘偏颇之嫌 所谓三宝的提法 其主要原因恐在于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这三件藏品在常设的展厅中 能够随时看得到而已 台北故宫的主体建筑分为四层 包括了陈列展示研究的功能 而众多文物真正的家 是建筑主体之后的山洞中 有一座26米长的走囊 与主体建筑相连 直通山腹中的三座拱形山洞 这里才是存放这些文物的主要库房 上集内容中 我们已经了解了台北故宫典藏文物的主体 它们来自于故宫南迁的2972项文物 其中的构成包括有器物四万六千一百件 书画五千五百二十六件 图书文献五十四万五千七百九十七册 共计五十九万七千四百二十三件册 从藏品的数量上 虽然远不及北京故宫一百八十余万件套的藏品 但台北故宫的藏品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与北京故宫互为补充 也各具特色 在书画方面 目前藏有绘画六千七百四十四件 书法三千七百四十三件 这其中 元代以前的画作就接近六百件 比北京故宫多出一百多件 在青铜器方面 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多件 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台北故宫的青铜藏品总量虽然少 但有毛宫顶 散事盘 宗周中等等重器 陶瓷方面 台北故宫有两万五千多件青铜旧藏 宋代五大明窑瓷器 及明代官窑瓷器 收藏均占有优势 清代康庸前三朝的法郎彩瓷 大多数精品现都藏于台北故宫 另外在漆器 玻璃 金银器 竹木 牙角雕刻 以及鼻墨 纸燕等等杂项方面 台北故宫总计七千六百零五件 北京故宫则有十万零一千三百五十五件 不过台北故宫在上述每一个单项上 也都有不少的精品 两岸故宫本来为一个整体 其中每一件文物也都是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珍宝 它们能够完好的保存至今 凝聚着两岸文物工作者数代人的心血 我们需要从整体上看待 才能够理解它们所承载的共同文化记忆 理解它们对于华夏文明最充分 最直接的表白 这里是船长独话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